看了記者一眼 但總統蔡英文 還是沒有對中天換照案 做出任何回應 已經連續15天 各界期盼小英總統 展現高度睿智因應 雖然蔡總統沒發聲 不過民意先表態 台灣民意基金會 10月27日公布最新民調 對中天會不會被政府撤照 民調反映發現 樂見的加起來只有3成2 但不樂見中天被撤照的 合起來超過5成2 顯示出過半數的民眾 都認為中天新聞不該被撤照 中天如果撤照 這個問題所牽涉到的 不僅僅是一般行政程序的問題 他也牽涉到憲法層次的問題 目前為止 不樂見的人比樂見的 多20個百分點 那這個是一個目前民意的狀態 清律之庫董事長游盈龍 從政黨支持傾向交叉分析 不樂見中天被關台的 民進黨支持者也有近3成 國民黨8成8 民眾黨8成2 最特別的是實力支持者 也有5成2 不樂見中天被消失 再看職業類別 除了自營商企業主 樂見與不樂見的比率 只差一個百分點外 其他職業受訪者都是一面倒 不樂見中天被撤照 如果說這一場公聽會的目的 是為了要爭取更多人的支持 達成中天撤照的目的 那我會覺得昨天這個公聽會 顯然是失敗的 整體的表現跟40年前 每一道金髮大省的整個場景比起來 更糟糕 七個鑑定人好像檢察官一樣在質問 我相信給很多人感覺是很不好的 這個是我很錯愕 我也覺得很失望 游盈龍怒斥NCC把聽證會搞成公審大會 大開民主倒車 記者姚家鼎 徐光豪 魏文軒 台北報導